上学时代,贾大哥找人单抠的那些事 你好使吗 有啥不好使的 我南求小飞扬的名号 可不是吹出来的 快拉倒吧 现在四个人就能安排你 报你号都相克的 看厂子的事还得我赖 你老是在家呆着吧 阿彪我告诉你啊 从现在开始 我谁也不问人 人不狠是真站不稳的 你别跟我俩三非四少 有本事去把二雷安排喽 那我指定佩服你 安排他是找完的 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 你要干嘛呀 二雷哥 我刚给你买串饭啊 客气啥呀 这不是到饭碟了吗 一会见面说 小马文 跟二雷混得挺好呗 都开始给他买饭了 买啥我都乐意 跟谁混不比跟你混强 靠嘴边啊 我不想搭理你 不搭理我能行吗 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当抠吗 今天又给你个机会 小飞扬子 你终于敢找我当抠的 我先把饭放下 咱们规御来 跟谁俩讲规御的 开始了呗 小飞扬你使点劲啊 别让我看不起你 还白剪份饭 把饭放下 你认真点 我当口无敌 怕你啊 哎呦我去 这我刚刚挺猛的 练过来的 小飞扬 你扶不扶 马文 应该扶的是你吧 还嘴硬 再来 小飞扬子俩出完对线以后啊 那体力明显就跟不上了 你俩试着去 没吃饭了的 干啥呢 哎呦我去 二雷你等着 下回再安排你 看下回干嘛呀 就现在吧 二雷哥 你不用追了 刚才我把他安排完了 别废话了 这事咋不叫我呢 二雷哥 当口讲约是一对一 再说了 我俩之间的恩怨 没必要牵着你 你还听讲规矩 刚才吃规矩了吗 我当口无敌 能吃规矩吗 就是把饭给整丢了 我再买一份去吧 还买啥呀 就当喂狗了 咱俩在赌小飞扬家 今天必须把它整服了 二雷哥 真不用了 刚才我把小飞扬安排明板了 你看找到了卖不开步了吗 先让他还两天再说吧 再有下回 我直接让他还俩月 没事总找安排的 奶奶在这道便宜的 二雷哥呀 那你一会吃的啥呢 田瓜让咱去他家吃酒的 他妈刚煲的 我有空里多练练 正去下回把他KO了 哪天我让大学教你几招 他可是正经练家的 拿过冠军的鲜手 行二雷哥 那我就更不怕小飞扬了 啪 KO 拉楼 上学时代 回不去家的那些事 瓜哥你赶紧开门呢 我还等着今夜宅还管管你 完了猫儿 我家说两样赢了 谁这么损呢 瓜哥 不是小飞扬就是阿彪干的 除了他俩咱们得着别人 这俩损毒着 玩玩就羊杀着 动作倒挺快 堵个水眼还不快吗 随便想跟冰块杆 就把事办了 我跟小飞扬婚礼时候 他教过我 你跟小飞扬没学着一点好 竟货鬼人来 比这损的事他都在我干过 但是我已经迷走知法 早就跟小飞扬划情界限了 别废话了 赶紧想花整开呀 我妈回来费得机呀 瓜哥 你家的锁都基本费了 我找个砖头干给你个的 你等会儿的 现在铁身抠一下试试 关键人上哪只铁身去 我家昌房里有 你过来招我一下 我替小飞扬你找找 你家的小院前还有年招工吗 我一个店不就上去 哎我去 你这身手可以呀 你找去吧 昌房能没说 瓜哥你看见没有 我这就要不走去那路 马文你咋的了 没事 我掉泥坑里了 是你 这我就放心了 你快点的啊 我就不进去了 宝贝啊 你等会儿一会儿 我发现点情况 又干啥去呀 车链的还没拿人呢 瓜哥 我找出铁身了 那你赶紧出去了呀 还行是啥呢 一个负责干活 一个负责接经 讲话的 你俩配合挺好啊 是老手了吧 大爷 这是我家 说眼堵住了 我让他进去找个铁身 什么情况 你出来你正好 赶紧老师交代啊 别等我叫银 大爷 我就需要你拿个铁身 交给啥呀 告诉你俩啊 我是从保卫科退休了 你俩的小样 还真不一定是我最少 大爷 这真是我家 这不灵用都认识我 你要不信就找个人问一下 问啥呀 你俩衣服就是闲的 这卖给我闲身 我说呀 问一下不多点 讲话的 这俩小时候太可疑了 我看你还可疑呢 我一个礼拜跟他俩八回 天天上网话的 啥样我心里没说啊 啥样你你看不出来 讲话的知言知面不知心啊 赶紧找个地方打经去吧 省得你一天显得烂蹦 你俩干啥干啥 不用来的 行大爷 老师扣了没有 完了瓜哥 铁身也舍利 拿穿头上干开吧 我回到家了这么费劲呢 你不走害在这干啥呀 我得把这事整明白呀 讲话的 这是原则问题 那你这是看着吧 炫尸暴力麻硬 还自讲不错呀 瓜哥 我可开始干了啊 你别心疼 干吧 等会我妈该回去了 八十 八十 文实不动 挺结实的 你靠边 我来 这应该是自己家的 要是别人家 不敢弄出这么大动静来 讲话的 你说家怎么能堵呢 你不回来拿特带的 嫌啥的 一天拿着车拿到 竟嫌你嘞 上学时代 重情重义的那些事 二雷哥 鸿哥的手机烙你知道吧 是这个吧 我在摄影里捡出来的 鸿哥 我就说丢不了吧 这块碗老大干都没人捡 手机丢得到无所谓 关键电话号重要吧 我这些年展现点人脉 全在这里存着呢 鸿哥呀 你那手机比我的还不客 键盘都让你盘毛巾呢 咋不换一个呢 雷长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我对这玩意没啥追求 能打变话就行呗 你也算是个小老板 用那玩意也没面人 我正研究换房盖呢 要不咱俩一起换得得了 二雷哥 我朋友那边有渠道 给钱就卖 等天我跟你研究一个 大敌 你哪个朋友啊 我咋不知道呢 就是总跟你玩我吃开那个老闷头 他早就跟我说有渠道 没看他种混手机吗 你欺编着去 老闷头要是靠谱找混来 雷长 必须大的一定要 这便宜咱不能占 整宝它得大点 我明白了 一路这来点 我可不能要 用的也没拍宴呢 对了一辣 咱正经研 得用个正经玩意 雷哥 正经那俩这咋些来着 听你这意思 我不是正经研呗 正不正经你心里有数就行 这玩意还非得我明说吗 我不正经都这么渴 要是正经点咱俩就得喝风了 雷长 给我冲点练 雷哥 喝啥我都陪你 小些玩意 那一抹钱的冰袋 咱俩不也喝的挺乐的是吗 重情重义才是真兄弟呢 是不是雷哥 没毛病 在我这肯定渴不着 喝啥自己拿 雷哥 我不是拿话点你呢 你咋还多心了呢 喝两瓶饮料还磨叽啥呀 赶紧去 给我拿一瓶 这事整的呀 又搬喝两瓶饮料 雷长 咱没有外人 你别总这么客气 我跟你客气个等啊 再磨磨叽叽别来的 我要是不来 那些抬销杆谁修 该说不说 你那技术的确比我强 雷长 小飞羊把我家说点读了 你说这是咋办吗 天官啊 你确定是他干的吗 我估计是他 他今天没安排找我 心里能得劲吗 不使个会儿 也不是他性格 怎么的 小飞羊还敢安排你呀 他自己肯定不敢 关键他带着刘建来的 咱俩把他阴了 他不得想话报仇吗 是我动的手 找你报什么仇呢 让他有事冲我来呀 拉倒不咋的 这事我冲冲到尾都没提你 你就别往自己身上来事了 让他可我一个人祸后得了呗 行了天官 你不用说了 红哥 我先走了 大弟你等会儿 我把手机拔下来 红哥 你千万拦着点大弟 实在不行我咋而解决 雷了 这事不用你管了 我最有分寸 天官啊 你当着他两面说这事干啥呀 本来已经压压起来 这又得整起来 谁能想到他俩这么大反应呢 再说了 小飞羊跟我家说眼 我能够别急 说眼这事先放一放吧 红哥 有事千万你叫我一声啊 那个刘建可不是好惹的 猫人你说这事别不别急 太别急了 走光哥 咱们读小飞羊跟我家说眼这 行 我先买个五零二去 完了 这事肯定是不好办的 这俩宣伤伤又干嘛去了 好辞羊 好検子 好 unglaub了 好囉 来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